4月20日,美国原油期货跌至负值,为历史首次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 收于每桶负37.63美元,跌幅达305.97% 伴随原油期货价格大跌,美股三大股指均下跌 4月21日,A股市场双双小幅低开 截至当天收盘,上证宗指跌0.9%,报2827.01点 深圳城指跌1.08%,报10506.86点 创业板指跌0.95%,报2023.94点 盘面上,电信运营、工程建设、传播制造等行业涨幅居前 黄金、电子元件、酿酒、券商、汽车、多元金融等跌幅居前 有专家指出,中国股市受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有限 整体上已走出一个比较独立的行情 且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整体经济基本面相当可期 而原油密切相关的能源股和航空股 或将进入一个布局的时间窗口 今天整体股市呈现了一个正当盘整的格局 受到昨天晚上国际油价暴跌的影响 美国股市是呈现了暴跌趋势 但是整体来看,中国并没有延续美国股市的趋势 实际上还是走出了一个比较独立的行情 我们看到的是当前中国在军工和星基建板块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可见当前中国整个股指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增长动力 这些增长点是跟世界格局完全不同的 可以说是独立于世界大行情之外 我们拥有的自我增长动力 这个和中国经济可以率先复苏也是密切相关 中国整体经济基本面向好已经是大势所取 那么今天国内市场的这个股指的跌幅呢 实际上是在逐步的这个收窄的 那么美股的行情仍然是处于一个底部的区域 受到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呢是极其有限的 在疫情之下原油的需求呢还是极度疲软的 不排除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呢 油价还是在低位的去进行徘徊 短期内世界市场的股市呢 仍然会有一定的恐慌情绪 从而带动呢这个指数的走低 不过呢这个原油密切相关的能源股和航空股 也许已经进入了一个布局的时间窗口 国泰均安方面则认为市场震荡走低 但依旧认为市场风险偏好和情绪的修复 是个缓慢的过程 短期市场预计在当前位置反复震荡 因此操作上建议控制好仓位参与反弹 切记追涨杀跌以逢低布局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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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